人民银行连续两天在公开市场收回资金 分析认为货币政策会保持中性 改由财政政策支持经济 内利农历新年假期之后 人民银行连续两天在市场收回资金 虽然开始以百亿元人民币的回购操作 但由于到期的亿回购达到一千亿元人民币 所以实际是收回百亿元人民币 不过银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时报 星期四发文呼吁外界应重点关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而不是亿回购等的量 否则对货币政策产生误解 文章解释今年操作量较少 和较多人没有回乡过年 提取现金需求相对少有关 官方中国证券部就预计 缩减亿回购的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 资金面保持不松不紧 长远要视乎疫苗接种进度 如果全球经济同步复苏 宏观政策或调整 暂时看数据方面疫情都不需要过分担心 可能暂时来说都比较平稳发展 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做的 其实都做了差不多了 今年2021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财政方面的政策 不知大家在中国方面可能更要留意 就是接着来两会方面就要政策方向 究竟会不会有这些大动作 野村预计内地经济今年增长超过8% 加上金融市场表现不错 未来几个月会继续政策正常化 但是速度会缓慢 建行就提醒如果内地经济优势收窄 人民币未必好像想象那么强势 估计今年最多只升值到6.2对1美元左右 报线电视黄闻軒报道